如风说梦幻 八卦天天看 重磅 三五加盟与导服战队 接手轮总四法报的391神练法系 当年玩159天七组的时候 三五领衔的下沙浮平战队夺冠无数 他自己的159大堂号甚至还拿过服战继军 他也被很多玩家称为159第一人 2022年4月份 他离开了打拼多年的159天七组 带着全服第一双剑加盟珍宝阁 并且还满下了余总的第一登陆 成为了团队的主力大堂和花果山 在159天七组 三五先后玩过大堂 女儿村 方寸和武装门派 而来到珍宝阁打服战 三五则先后玩过大堂 花果山 普陀和九丽城门派 2022年至2023年期间 有很长一段时间失口领事绝对的物理一哥 三五为了团队的阵容需要 七次转成了普陀山门派 被玩家们称为第一神器普陀山 他在珍宝阁练的九丽城号 也已经满击两个多月了 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出现在服战的舞台上 在确定离开珍宝阁服战队之后 很多服战豪门都对三五伸出了橄榄枝 最终他在伦总的邀请之下 决定加盟于岛服战队 并且接手了伦总四法爆的391神练法系 三五新接手的神练法系 一共有四件法爆装备 其中包括了160愤怒法爆几率1.05%的腰带 160情音法爆伤害头 160法爆伤害难医和160神佑法爆伤害剑 四月份的武神坛之战当中 三五就会重新出发 以羽岛法系的身份 出现在服战舞台上 三五之前物理号上的工地厅 神马初期不易力批 镜台善恶马 镜台死法马 隐身高连神马等宝宝 将会全部运到这个法系号身上 如今的175天远阻 服战豪门之间的竞争 真的是非常激烈 三五的强势加盟 对于羽岛服战队可谓是如虎添翼 接下来他将会继续更新装备和宝宝 进一步提升自己法系号的战斗力